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当然 身为台湾人的我嘛 我 还是要讲台湾疫情 我知道很多网友觉得怎么又讲疫情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对我来讲 这就是我周遭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台湾人 我人又在台湾 那我当然就讲疫情了 而且 的确 四个还蛮严重的一个 对新闻事件来讲是大新闻 所以还是值得讲的 是值得讲的 那今天的那个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陈时中部长 陈指挥官 陈时中陈指挥官 他 他讲了一个名词 实在是可以列为今年度的最佳名词 叫做什么 校正回归 大家都没有 我今天在看他那个记者会 我就在讲校正回归 是什么鬼 而且他 讲了个半天 然后就就是不讲出今天是 因为他说今天的 本土病例是321例 然后 有400例是校正回归 然后他就一直讲校正回归 校正回归 所以我就想今天到底是几例 所以就是700 721嘛 321加400 就是721嘛 但是他就讲了个半天 那就是不讲721 然后就在解释校正回归 然后就讲 好啦没有关系 反正就这就是今天的那个 网路上被炸锅的一个名词啊 校正回归 好 那这一集直播呢 我就来跟大家 介绍一下 我知道很多网友可能 对岸的 或者是台湾这些网友都搞不清楚 到底校正回归 这什么东西 到底这什么 我今天就好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整个 今天我们的 城市会关 发明的这个名词的 意义是什么 然后 政治意义又是什么 好 OK 来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我要先把自己缩小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中央社的新闻啊 今天这个 校正回归400例被植一盖牌啊 陈思忠说这是先牌 然后我们来看新闻内容啊 今天宣布新增321例武汉肺炎 不好意思 我引用那个中央社的新闻啊 武汉肺炎夸号2019冠状病毒COVID-19 那反不反啊哦 好 今天新增了321例的本土病例 另外首次因回归校正新增400例 本土病例 好来看他怎么说的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思忠今天下午在疫情记者会解释这个所谓的回归校正啊 校正回归回归校正 他说是因为 个案通报这个行政程序太繁琐啊 所以一旦有这个案件错误啊 整批通报都会卡关 然后所以有大量的通报案件面临塞车的情况 大多集中在双北市啊 就是被你们双北市给卡的啦 就是通报塞车 通报卡关塞车啊 双北市 双北市 你们你们 太太慢了 你们偷报太慢了啊 然后 那 陈思忠又讲了回归校正这个事件被外界质疑是指挥中心盖牌啊 那陈思忠强调 这是先牌 这什么盖牌 我是把事实给显楼出来 啊 所以 今天整个情况那个指挥中心的解释就是这样子啊 那 因为那个 陈思忠他讲为什么会有这所谓的400例的 回归校正 校正回归的这个案 案例呢 是因为 行政程序繁琐吗 然后通报塞车 塞车大多集中在双北市啊中间这样 双北市那就直指 台北市长 柯文哲了吗 那我们就来看柯P他是怎么解释的 柯P怎么回应呢 来看柯文哲脸书啊 来我们来看柯文哲脸书啊 柯文哲都说 很多人很多人在问 校正回归是什么啊 为什么721例不能写721要写321加400 他就来解释了 柯P解释现在流程是民众到医院完成PCR裁剪 然后每个医院才会将资料登陆上中央建置的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再将检体送到实验室 然后检验结果出炉以后 疾管署要做研判 然后再送到指挥中心做 确诊个案编号 然后才公布 然后因此从 裁剪到中央公布 本来就有时间差 少则三天 多则五天 我这个时间拖很长啊 那整个流程从医院实验室到指挥中心都是由中央 负责的 没有什么地方 没有准确把数字回报中央 也不是什么地方卡关 整个流程都是你中央负责的 不要把锅甩到我这边 柯P的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他在讲 疫情爆发以后 指挥中心每天公布的数字 已经没有办法反应现现实的情况 再加上PCR 裁剪量大增 疫调过程又塞车 所以校正回归只是反应现行的这个制度 没有办法真实反应快速变动的现况 也就是你现在每天公布的数字都已经是几天前的 现况了所以你现在的这个程序 你自己拖太久 事实上是这样 你少择三天多择五天所以你现在反应出来已经是三五天以前的情况了 那这个完全不及时完全不及时 那柯P就建议啊 我建议做改变要改变做法 告诉国人每日快篩阳性的新增个案数并且 告诉民众大致的疫情趋势 而不是几天前状况的数字 更不要创造新名词把已经很恐慌的人民 弄得更晕头转向 所以等于是柯P反驳 陈时中的讲法啊 那柯P有做了一个图啊这个是PCR的裁剪流程图 那 我 引用另外一个图基本上跟柯P这个图很 很类似但是 更精确一点啊 基本上这个图就是这样啊 快篩的流程图我要把它开大一点 我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在 我们要怎么样 确诊 一例案 一例新冠 肺炎 我们要怎么样判定他确诊 现在 政府的流程是怎么样 比如说从台北市 快篩站 每天不是会裁剪吗 我还有去现场拍吗 那快篩站裁剪 快篩站 每个快篩站裁剪两三百例而已 一天啊 但是我就算在快篩站裁剪的阳性 我也要把裁剪的阳性 等于是进入这个输入这个法定传染性这个灯 疾病登入系统 然后把这个裁剪阳性的检体送到实验室 所以 我 台北市这边会把 那个快篩的阳性送到你中央你中央登入系统以后你再送到实验室 然后你再检验结果出炉 然后你再送到疾管局 然后你在案件编号指挥中心公布 这边所有的流程全部都是中央控制 也就是科皮PO的那个图 这些所有的流程都是中央控制 我地方快篩以后我就送给你 然后你 再做这些步骤 去判定 这一例是不是新冠疫情确诊 所以 基本上 目前所有的案件都卡在中央的这个流程里面 那 到底是谁在 通 延误通报 谁在延误这个开牌 其实看得很清楚了 基本上现在这个流程你反映的都是三五天以前的情况 甚至更更久 甚至更久 所以今天这个陈时中讲的这个 回归 校正回归 这个这个这个名字都已经 莫名其妙的一个名字 回归校正 基本上他是一个文字游戏 他是一个文字游戏他是自己 你自己 裁剪流程太慢了 所以你反应到三五天前的情况 然后你再把这个案件 你用摊提的方式他提到以前 那这不只是一个文字游戏更是一个数字游戏 我现在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数字游戏怎么玩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回归校正 校正回归的情况 蓝蓝的这个 条状图 条状图 蓝的长条图 是本来 美美日公公告的这个 确诊的案例 的数量 那从 15号开始 确诊案例就一直增加 然后来念给他这个字比较小 我念给大家听 呃 等于是 16号 16号是206例 17号是333例 不含上面这个橘色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一直到今天是公布321例 321例22号 这是 本来的那个本土确定的病例 但是今天 他又公布了400例的校正回归也就这个橘色的 然后他把这今天公布的400例 他平均 我也不知道是平均了 他应该是 以裁剪的那一天为为日期他把他摊回去 本来他在哪一天他裁剪就属于那一天的案件 所以摊回去以后 本来 比如说以17号为例好了 17号我应该是333例 但是因为这400例的回归校正 我摊了大概 73例到 17号 所以我17号那一天我就变成406例了 然后19号 19号这一天本来是267例 现在变成359例就是我前面几天每天的兵力都增加 我把这个摊提到全 前面的 平 每一天了 那就是不今天不是321加400 而是这400是要摊到前面 的每一天这样 所以 后来的曲线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曲线有什么猫腻在呢 本来的曲线是蓝的 他是好像那个疫情 是渐渐的往上走对不对蓝色的长条渐渐往上走 但是因为回归校正的情况发生了以后呢 啊 调整以后 这是几款 指挥中心的图啊 我们所以我调整以后我们不要担心啊 原本确诊的案例是越来越多的但是经过我们回归校正以后 其实啊我们的疫情是被控制住了 调整以后 可是越来越少呢 啊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不要恐慌 我们现在的疫情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你看整个曲线是渐渐的往下降 台湾 疫情控制住了 大家不要慌张啊 所以基本上 这不只是一个文字游戏啊 这也是一个数字游戏啊 指挥中心就来 做一个数字游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还是因为他真的 呃 真的整个 内部的流程就会搞得这么繁琐 但是我觉得也不对啊 你的反应实在是 太太慢了 但是经过他这个回归校正以后呢 的确整个曲线是慢慢往下走 走的 根根据这个数字的显示啊 那 为什么 我现在从政治上面来判断啊 因为我说他不只是文字游戏 不只是 数字游戏 他还是政治游戏啊 我现在从政治上来判断 为什么他要这样控制呢 因为一定不能升高到市级警戒 市级警戒 对民众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我现在我已经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我 我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其实最近家里面附近听到救护车声音的 次数比较频繁啊 所以其实我心里面有点慌 OK anyways 好 一定要控制住这个疫情不能升到市级警戒 因为升到市级警戒对民众的 生活影响太大了 我来给大家看市级警戒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是我截了一个图有点糊啊 一旦升到市级警戒啊 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到应该可以看得到了我念给大家听啊 非必要不得外出啊你除了采买食物啊 必要之工作需求除外 医疗啊除了采买食物医疗必要之工作需求除外 你基本上你是不得外出的 然后全程戴口罩社交距离 停止所有聚会活动啊 停止所有聚会活动 家户内亦得表包 家户内自己在家里面你也要戴口罩也要保持社交距离OK 全面停班 停课全面停班停课 OK 然后实施区域封锁啊 所以基本上你看如果升到市级警戒对人民的生活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 如果你实施了市级警戒以后 你政府的所有的配套你能不能跟得上 你想想看 全部都停班停课了 然后 除了 所有的商业活动停止 那除了 必要的采买你不得外出 那很多人独居在家里的很多人行动不便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 还有很多人 他每天 全面停班停课 都市级 很多每天要做工的 要做临时工的 完全没有工作 那 对于低收入户你要怎么办 那这些配套 当然还有 我想到的只是一部分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 我相信政府是没有做好配套的 所以他不敢升到市级 不只是政治上对他个人的credibility的影响 对城市中个人的 政治声望的一个影响 而且你政府的整个配套 后续的配套其实是没有跟上的 我可以说了 台湾等于是白白浪费了一年 你没有 在很多 不要说四级的配套没跟上 现在很多三级的配套都没有跟上 比如说在家里面 现在要在家里面做远距上学吗 远距上课 那好像我们的那个系统 没有办法负负荷这么大量的那个数字 那个那个data一次都上 上线吗所以导致那个远距上课系统当机 那你这也是没有 你没有测试好啊对不对那那个 家长跟 小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那家长就帮小朋友去弄一直看那个 圈圈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你根本没有办法上课你的远距上课系统也没有 配套没有做好 所以 从三级我们就可以看到已经政府很多配套没有做好 何况四级 我判断他根本不敢升到四级 不只是政治上面 他配套根本没有做好 所以他不敢升到四级 好然后 我必须说我们的 就是民进党这个政府 他在防疫上面 他其实 他的心思 都是在政治上 他政治凌驾了防疫 实在是太多太多政治的考量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指挥官 陈时中 他日前 不久之前才投书英国媒体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陈时中投书英国媒体 要帮全球建立医疗系统 绿营媒体人痛皮吹牛皮状况外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好 陈时中13号 本月13号 本月13号 投书英国媒体这个金融 早报 表示台湾在新冠疫情中 幸存下来 然后可以协助建立全球的医疗体系并且强调台湾是全 全球应变 疫情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希望能够将台湾成功的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国 这个英国媒体叫做CTAM 那 金融城 早报来我们看他内内容怎么写的 好 这个英文的标题就是 台湾 Health Minister 他说 We survived Covid with a handful of death 一点点的 死亡病例而已 Handful of death Let us help Build a global health care system 好 投书的人呢 叫做 Dr. Shi-Jong Chen 陈时中博士他是博士吗 OK Anyway Dr. Shi-Jong Chen Is th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uahu Taiwan 好啦 就是陈时中他投书英国媒体 13号 他才投书英国媒体 做了一阵子 一阵的大外宣 13号是什么时候 13号 就不久之前 15号的那一天 台北市就升到三级警戒 那个时候的那一天的下午 礼拜六 13号是礼拜四 15号那一天下午 台北市就已经升到三级警戒 超市就已经被抢光了 你陈时中 你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你当时不知道这个疫情 已经要报了吗 你完全控制不住 你完全没有掌握吗 你怎么会还去 做这个投书大外宣 你好意思吗 我的天哪 你13号还好意思 去做这种投书 而且15号就已经报了 我记得15号那一天报了 我还 我还有去那个超市 拍那个 疯狂抢购的情况 我还挤不进去那个超市 根本没有办法 那天已经疯了 那拍那个短片 凤凤凰网有帮我 传到我的微博上面 大家可以去我微博上面看 好像 八十几万点月了 谢谢大家支持 OK 总之呢 陈时中在13号还去投书英国媒体 做一阵子大外宣 15号爆发 你 我不敢想象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对疫情的掌握 如果是 这么的 状况外 你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你是 我 我很 我很单 我觉得 我很担心 我觉得好像 真的 身为一个台湾人我觉得防疫好像要靠我们人民自己 太夸张了 我 我没有办法 我 我现在PCR检测就已经是 三五天前的数据了 那 那两天以后要反应多少 基本上已经在我实验室里面 多少阳性 多少什么 我 我已经有掌握 我心里面大概知道两天后要反应什么 你还去做这个投书 还是你一个月以前投的 他后来才给你 PO出来 那你也叫他停一下 不要PO了 天哪 好啦 anyways 基本上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 防疫实在是 太多 太多 政治考量 政治挂帅 台湾老百姓防疫 靠自己吧 往往正面一点想 台湾人的那个 自我的 防疫观念真的是很 不错了 很好 我真的 我其实觉得 虽然这一波疫情是这样子 但是 随着我们 大家的意识 提高了 然后 自我也隔离了 大家人与人之间 自我隔离 过一段时间 疫情总会下来的 总会下来 那真实的数字多少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但是我相信 我们人民自己这样控制 疫情总是会下来的 那 陈时中 还有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基本上 采取的策略就是如此 不 不扩大 普筛 因为你不普筛 那个数字就不会上来 你只要那个数字不上来 你就可以 营造一个 你疫情控制好的一个 一个 假象 疑似假象 好吧我现在讲话都 都要 都要 很小心 不然假 假消息要被罚钱 如果我不去普筛 我就可以 营造一个 疫情被控制下来 疑似的现象 因为那个数字 理论上就不会起来 我讲话有调整 好 那基本上 只要那个数字不起来 民众就不会恐慌 那 如果你没有 很严重 你就在家里面 不要去 检验 那也不要去医院 增加医疗资源 那就算你本来可能 你是 真的 染病了 那你只是轻症 你也可以靠你自己的 免疫力去去 恢复 去复原 所以自我痊愈 那过了一阵子呢 可能疫情就这样 过去了 这一波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 我怀疑 我怀疑 疫情指挥中心的考量 可能是 这样子考量的 我怀疑 我怀疑 OK 好 台湾人 自求多福吧 我觉得 我们要自求多福 就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指挥中心 也尽力了 那我们就自求多福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新闻 其他几则新闻 我也是觉得 蛮担忧的 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他几则新闻 台北市不是开放 快筛了吗 如果我 COVID-19 筛检阳性 怎么办 台北市政府 在日前 19号 有说明处理的方式 就是我基本上 我如果快筛了阳性 那如果出现 症状 中症或重症的话 就直接送到专責医院去处置 那 如果是 轻轻症或无症状 那你就会 这个是快筛 你快筛阳性 你是轻症无症状 你就会被送到 这个所谓的集中检疫所 去隔离起来 集中隔离了 然后他有讲集中检疫所设备都非常完整 有医护人员救助 就类方舱医院 类方舱医院 那他这边有做一个图 就基本上我快筛 快筛 这是快筛 这还没有经过那个 指挥中心的PCR检定 快筛我如果是阳性 然后是中柱跟重症 我直接送医院 那轻症的话 我送集中检疫所 基本上都隔离起来 那但是呢 这是19号的新闻 但是我们来看 这一则新闻 这个是昨天 23小时以前 万华 有一个 卡拉OK老板娘 他因为去轻症 他居家隔离 然后他自己外出 然后到成德路那里 他就 可血 晕眩 很可怕的一个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 台北市一名 在万华经营卡拉OK的 这个老板娘 62岁 疫情爆发以后 他自己去正心医院检测 19号他收到确诊通知书 他已经收到确诊了 那 20号下午因为身体不适 离家外出 到士林 成德路 市段的巷口 然后还不断 咳出血丝 然后警消货报 就穿着防护衣 紧急把他送到台大医院 去隔离救治 确诊的妇人 曾经在万华经营卡拉OK 疫情爆发后不幸 确诊 但因为轻症 站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非常不理解 怎么会这样 20号了 台北市 这个我觉得 台北市是不是有一些案例 没有注意清楚 不应该如此 他自己 他已经 他还不是快塞 他还不是快塞阳性 他是被列为确诊的 然后他轻症 隔离在家 这个中央也很奇怪 确诊了还让他隔离在家 然后他隔离在家 他还可以走出去 那走出去自己还可 可血还昏倒 我的天哪 你想像这很可怕 那他中间 他路上会经过多少 跟多少人接触 我们这个 防疫的破口太多了吧 我看他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 我们防疫的破口实在太多太多了 那 就是希望 这个 他 我不知道就是 如果有台北市的 市政府的人员能够反应给柯P 让他知道一下 那当然这 这也可能是归于中央了 但是不管中央地方 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 老百姓 我一个台北市市民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很慌 我觉得很可怕 怎么会确诊的 还可以 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还可以自己出来走 太可怕了 好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前一阵子 就是前几天 新北市有公布 几个确诊案例 他们的足迹 然后他新北市 公布了足迹以后 我们发觉 很多确诊案例的足迹 都是去大卖场 比如说他公布足迹 我不知道这个字太小 你们看不看得到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哪里 5月13号 5月11号 他去什么三重幸福菜市场 然后 5月13号 他又去三重幸福菜市场 都是三重的 然后还去什么 呆首大创百货 板桥黄昏市场 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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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龙门路市场 因为这都是新北 所以都是三重 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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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福 新店店 天啊 全部都跑到卖场 这些确诊案例 他们的足迹 十之八九都有去卖场的 所以 真的很可怕 我想象那个时候 因为宣布紧急事态 大家都挤到卖场 那个 那个根本不用保持安全距离 大家都挤啊 抢啊 什么 然后卖场里面其实也闷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天啊 以后不要急卖场 我自己我真的觉得我 我看到卖场人很多 我都不敢进去 我都是 挑 半夜或 快打烊 那人比较少的时候 我大概再去 那当然东西也都快没了 那东西没了就没了嘛 我就选一些人家剩的 我每次去卖场东西都没了 生鲜上面 一堆都没了 我前几天我去卖场 我看那个生鲜区 肉全部没了 只剩一盘那个鸡排 鸡排是他腌好的 而且到期还是 明天到期 我赶快买回来 送到那个 冰柜里面去冰的备用嘛 这样 那就是 就是 我我晚上去那个货已经被被抢了 因为超市这样嘛 他是隔天在补货 但是我宁愿这样 我也不要去跟人家挤啊 抢 那怎么办呢 我 我们一定要去超市买东西嘛 超市买东西那么挤 挤了一堆确诊的 好了 现在线上各位网友如果你们你们现在在台湾不管在哪里啊就是 超市不要去挤啊 尤其是下台湾这个情况超市不要去挤 一堆确诊的全部都是去超市的 吓死人吓死人 不要不要这样好不好 啊 好了那这个就是 这 等于是我也把这个礼拜台湾的疫情给总结了一下 那也是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我们的指挥官 这个 这个 这个开开创 创创创创划时代的这个回归教证这个名词的这个定义 意义所在了 那 台湾老百姓大家自求多福吧 好好好保护自己 的那个安全 还有跟 跟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 没事不要去挤麦草 好来 等下来开放 Discord 等下来开放 Discord 不可赢 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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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